上一集我們就看了面相 今集我們就看了掌紋 究竟可以看看自己是否一個好名人 不說那麼多了 馬上去片看吧 什麼男左女右那些 我從小聽到大那些 真是無稽之說 其實是兩隻都要看 兩隻都關你的事 男女也是 其實我覺得 因為印度的掌上學 其實是挺堅醜的 他們的說法就是 你習慣用手 就是凝於外的東西 另外一隻手 就是可能裏面可以變成的東西 中國人的掌上學就是 先天和後天之分 男生呢 右先天 對 左後天 然後女生就反轉 我接下來會說一些文露 在兩隻手有出現的 其實都已經當成了 首先這個叫木星幽 然後 如果多數這個位置有一個 好像井字 正方形 還有 手指公這裡 越多這些文 是很容易會發達的 有一種就是 兩隻手 中間 比如這些位置有一個填字文 這個也是很難有的 我真的有 你先看看 都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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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容易會有錢 有填索 這樣 沒錯 這裡有一兩條線 沒問題的 兩三條線 沒問題的 這些是財富名氣線 所以 你會看到有很多的藝術 就是容易紅的 他們的獎 是會顯出一條 這樣的紋路出來 這個是感情線的話 如果他剛剛到這裡 但是他不穿過那個感情線 就是說 他的成功是容易被感情 阻擋著 但是當他衝破了的時候 就可能 已經突破了這個感情關口 但是你也是容易停在感情的位置 嗯 嗯 我做理官 其實事業線 就未必每個人都有 這一條 就是這樣 直上的 就是去到宗旨 下面 這一條叫事業線 他未必一定每個人都有 我見很多所謂的富二代 就是不是很多工作 他們都是沒有事業線的 就是反而 一些很用苦力 或者要很勤力 天天要上班 那些 他們事業線都是很明確的 所以事業線 兩體 當你有一個很清晰的目標 你而去天天很勤奮 去埋進你的目標 你的事業線 都會越來越清晰 這個 有些人 會稱它為霸王線 就是做一些 統帥 大老闆 但是這一種 就真的是小見 它是會在事業線裡面 再多分兩條線出來 就是成功線 財富線 就變成一個 好像三叉的問題 例如你說 蓋茨 巴菲特 很多很厲害的大老闆 我身邊認識的 可能是抑抑聲的大老闆 他們都有這種紋路 之前我也有教過 多些跟別人握手 為什麼多些跟別人握手呢 因為當你握手的時候 看到嗎 我是會 怎樣 然後擠了這條事業線出來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 改運的方法 這裡有一條線 叫做 婚姻線 越多 例如我現在這樣 有時候不止一條 越多 就代表那個人的桃花 會黃 教大家一個秘技 我們當是二十 四十歲 六十歲 八十歲 就是我們這樣去劃分 多數 一些人的 所謂最長的線 就是你大概多少歲 遇到你所謂的 真愛 這樣 你最長的上面 不要再有東西 長過去 就最好了 那你之後 還要有桃花的話 就是怎樣 可能會出軌啊 或者結婚之後 還是怎樣 很多人追 我見過很少 但是不是沒有 因為有些是 這個婚姻線 假裝到過來 connect到這個太陽線 就會嫁一個 厲害的富豪老公 我試過見過一個 普通女生 她嫁了一個 挺有錢的老公 她是 真的條婚姻線 好像這樣 是connect到她的 太陽線